还有度这个耶稣长者子五十个青年 一共有五十五位弟子 佛带着五十五位弟子到王舍城的朱林金舍 接受贫婆苏罗王的供养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每天都要去脱拨 吴比丘之一的马圣 马圣比丘 他有一天出去脱拨 他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脱拨的时候 穿着袈裟 拿着拨 走路的威仪非常张庄严 没有看过 那么因此也许是摄理佛吧 他看到这个人从来没看过这么庄严 就跑到马圣前面 就请问说 哎 你这位大师 我请问您 你的师父是谁呀 教你什么法呀 你学的是什么法呀 能不能说一点给我听听啊 马圣就说 我出家年前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我的老师啊 就是加毕罗城的西大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 那么他平常教我们呢 说 诸法因缘成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萨门 常作如是说 佛讲因缘法 一切法都是因缘 不是大凡天王闯造 那么当时 尸离佛听到这个句子 当下 正到出国 好高兴 就问佛在哪里 他说在竹林经社 那么因此他就下决心啊 要去 请进佛 那么他赶快回去 跟牟尽连讲 也把这个诸法因缘上的句子念了一遍 牟尽人听了也正了出国 那么因此两个人非常高兴 还没有见佛 只听因缘句就开悟了 就正出国了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那么回去跟他两百个 本来是师兄弟 就跟他们宣布 我两个人呢 要去亲近释迦牟尼佛 你们如果愿意去 我们一道去 不愿意去 你要到哪里去 随你自由 那么两百位徒弟大家都说 既然你要去亲近佛 我也要去 因此带着两百人到竹林经社 跟佛出家 这就是设立佛目见连 他见到老凡子 他亲近老凡子就是沙然 那么见到这个马胜比丘 闻到因缘法 闻佛因缘 就是听到马胜比丘 说的因缘法的句中 由此开悟 然后他们到了竹林经社 赛利佛出家之后 七天 正俄罗汉国 目见连 十五天 正俄罗汉国 那些两百人慢慢 后来都正俄罗汉国 那就是连三家舍 一千 还有舍利佛目见连两百 耶摄张哲子青年五十 还有初度五比丘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他们多数都是从这个 因缘法里开悟的了 经文里面说到虚菩提 我想虚菩提这一句 可能是带着 带着讲的 因为虚菩提出家姻缘 不是这种情况 也不一定是 以前有亲近过哪一位 这个老凡子 或者儿子 也就是说 对于虚菩提 不审明白 就是暂时保留 但是这个经文的虚菩提 很可能是带着来 因为讲 舍利佛目见连 带着连虚菩提也带出来 虚菩提是空称 善线 善机 解空第一 就是金刚经的当机众 那么像舍利佛目见连 他们是起初 亲近三人凡子 后来闻到佛的因缘法 由此开悟 发心开悟 发心学佛 听到佛法的因缘法 开悟了 然后啊 努力进修 从欧罗汉国 烦恼断了 漏 比方烦恼 烦恼断了 就是断三界内的建之货 建货八十八十四货 八十一平都断了 断掉烦恼 就是没有漏 就是无漏 得成无漏就说明 舍利佛目见连等啊 他们都是听到因缘法修行 那么由此正道出世间圣果 烦恼断尽 在欧罗汉 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的 很清楚 那么显示这个因缘法 对修学佛法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精确菩提不同因缘 这说明 欧南现在的 这个 疑问 他现在怀疑什么 怀疑修阴的果不同因缘 因为他前面对这个佛罗诺说 活血积劳恳心修正 那么当下断乌了就无所谓修正 那么好像修正无上菩提 不一定要从因缘 如果是这样子 现在要成菩提的 无上菩提的果位 如果不从因缘法来开悟 不从因缘法起修 那么不是因缘就变成自然啊 如果是自然的话 那跟外道不是相同吗 王舍城 就是摩基托国的首都啊 摩基托国首都 有很多外道 其中 有一位外道 就是六师之一 很副圣名的 巨色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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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来 在其他一般的翻译本子都写到 墨切梨 巨车梨子 一般都是这样写 这里写着巨色梨 墨切梨是他的名字 巨色梨是他出生的地方 这里只说巨色梨 就是只说他出生的地方 巨色梨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牛舍 牛舍 就是牛的房屋 牛舍 牛舍 这个人呢 他是在牛舍梨出世的 所以会叫做牛舍 说明他的身处 摩基托是他的名字 摩基托翻成中国话 中国话 就是不见到 不见到 就是他 虽然是修这个外道法 实际上他并没有见到真正的 这个初始见到 所以叫做不见到 这是他的名字 可能这个名字是后人取的 他真正的名字还是不得而知 这是六师之一 这个外道是自然外道 他讲自然 怎么讲自然呢 他说 人 受苦是一定的 那么等到他苦受满了 他就会正涅槃 自然的 不用修 他这种主张 他有个比方说 他说 如果 您有一个 线 把它 它缠成圆圈圆圆圆的 圆圆的 线圈 从高山顶 把线头绑起来 让它滚下去 这个线圈往山底下滚下去 这个线圈一直滚一直滚 滚到最后 线滚完了就停了 线滚到最后 滚完了就停了 他这个就是比方说 人一定要吃苦 苦受满了就成佛了 就解脱了 就正涅槃了 就像那个线圈 从高山顶方一让它滚滚滚到下面 最后滚得完了就没嘛 没了就停下来 他说这个苦受满了 自然而然就解脱了 不用修 他用这种主张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 实际上并不然 因为人正在受苦的时候 他会去再去造业 又起获造业 那么这个苦是没有完的 假如你不断烦恼的话 这个苦是永久性 尽未来尽 不会完 所以他叫做不见到有道理 他是个不见到的东西 那么现在 欧南他提出这个问题来 跟佛说 你所说的正菩提国是不由因缘的话 那就变成自然 如果说自然的话 那跟巨色梨等 等于其他自然外道还有好多 那就变成自然外道为第一亿啊 第一亿是最高的境界了 那么如果佛排斥因缘 认为自然能够得到的话 那跟外道不是相同了吗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我想不是吧 释迦牟尼佛所证的 必定跟外道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还是怀疑 我要请佛慈悲 帮我解释 围垂大悲 开发迷梦 我只希望佛垂下大悲之手 可令我这些愚痴众生 正在迷情中 心底没有办法了解因缘自然 很闷 那么因此希望佛帮我开开 这个迷梦的苦恼 所以希望佛能够开出 我的迷梦的境界 让我的道开悟 我呢这个对于 法语因缘的这个说话 在前面三卷经文 就已经很多次了 最主要的 就在十番显见里面的第八番 他说佛如果把因缘排斥掉 说是跟自然外道相同的话 那就变成了佛法也是自然啊 但是你在灵切山 讲愣切经的时候啊 明明跟大会菩萨说啊 我讲因缘 不是外道的境界 那么佛法明明是讲因缘 那是第一次怀疑佛的说法 为什么要排斥因缘 明明是说因缘又排斥因缘 这是第一次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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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神明电视